好,这个天雨路滑行车一定要小心 这些香台九线250公里的南下车道 上午8点多一辆白色轿车 疑似是天雨路滑不慎发生自撞 造成驾驶跟车上的乘客是受伤 其中灵性乘客有炉内出血的现象 目前已经转送花莲慈悸医院来救治 车祸事故现场,汽车零件散落一地 实属撞上路灯电感的白色轿车 车体整个溃缩变形成了废帖 获报赶抵现场救援的消防队员 赶紧将受伤的驾驶与乘客两人救出松医 我们有瑞瑟九号到现场 发现患者是一名副驾驶座的患者 然后受困在车内 然后我们给予脱困之后 患者表示他的喉咙跟背部有点疼痛 然后排除患者给予颈圈固定 跟排除他的呼吸有困难之外 就送往慈悸医院 除了林姓乘客 上市较轻的张姓驾驶则又复原 消防队负责后送救医 而这一起车祸是发生在今天上午八点多 警方初步调查 家住洁安乡的张姓驾驶与林姓友人 开着车南下玉里镇 在途经瑞瑟乡台九线250公里处 疑似天宇路滑 车辆打水漂 失速撞上了道路电杆 也造成车上两人分别请重伤 于是因为天宇路滑 不慎擦撞中央律子带路灯杆 造成驾驶人神客经有多处擦伤 两人意识清楚 由救护车送至玉里慈禁医院救治 驾驶人经九车只为零 有适当驾照 张姓驾驶经警方示意九车 九车只为零 而事故发生的原因 警方以送行车事故 鉴定委员会来分析 以厘清皱泽 而台九线瑞瑟路段 每逢下雨 路面容易形成小水花 发生车辆打滑的意外 事故也实有所闻 凤林警分局也再度呼吁用路人 行经该路段时 请务必注意车前状况 尤其天宇路滑 开车也请务必放慢车速 遵守交通速限 以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